拍摄到的画面一起来看一下外军的训练情况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大洋洲的岛国斐济 在二战的时候 斐济也曾经派兵配合美国的海军 去驱赶过攻占了所罗门群岛的日本法西斯的海军 我们能看到他们现在穿的衣服 上面是红衣 下面是白色或者黑色的长裙 这也是他们国家外事的最高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旗杆是自己带来的 是棕色的 这也是他们国家外事的最高利益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俄罗斯警卫团 他们除了是国家仪仗队之外 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出色的排暴手 这是俄罗斯方阵穿上授阅队服之后的样子 我们看到在俄罗斯国旗的后面 分别是举着他们的陆海空三军的军旗 随着一声号令 现在他们由旗部走转为了正部走 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的正部 我们的布点将是他们需要调整的一个难题 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因此在选拔国家仪仗队的时候 除了说军事和体力以及文化素质过瘾以外 还需要一个要求 那就是需要纯种的斯拉夫人种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委内瑞拉 以及他们的首相查维斯 这些队员全部是来自于 委内瑞拉 波利瓦尔军事学院 全部都是各个年纪的学员 我们注意一下他们的臂章 三角形有两道杠也有三道杠 有点类似于咱们国家的中队长和大队长 他们都是波利瓦尔军事学院最为出色的学员 看完委内瑞拉 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这个国家是埃及 四面旗子代表了埃及的四个军种 陆海空和防空 这个国家他们在授阅的时候 是没有正步走的 全部都是骑步走 而经过天安门之前 他们所做出的改变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场景 埃及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 因此在外军住训地呢 也专门给他们安排了清真餐 看完了刚才训练的情况以外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们在训练之前的准备和热身活动 卖个关子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是哪个国家 这是他们在训练 大家如果注意他们的臂章的话 就能看得出来 他们是来自加勒比海的古巴 现在是他们在授阅之后的场景 他们经常会以这样的欢歌和跳舞的形式 来缓解着助训地紧张和严肃的气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